小佳好 非常优越 他家里面非常有钱 妈妈特别反对 我们两个瞒着家里的人 就偷偷地拿了结婚证 我跟他说 我说一定不要 你再找家里面要钱了 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尊严 我们自己赚了钱 自己买了房 然后才告诉家里的人 就能够支起腰来告诉大家 对 就能够正大光明地说 我可以告诉我婆婆说 妈 我们自己买了房子 我不是贪图你们家钱 能买了吗 还没有 那你今天到这来 然后前一个月 我往我们的卡上面存钱的时候 我发现 我们两个这一年多存的 27万 全部都没有了 上面卡上面 一分钱都没有了 然后我当时就问我老公 我说钱呢 钱去哪了 他说借给朋友了 他就是不告诉我借给谁了 是我后来去查了 查了那个卡上面 是什么时候取走的 他分了两次 一次取了13万 一次取了14万 这是在准备的常商买房吗 就在我们湖南常商 也就是说你们本来已经满怀希望了 就能买了 是吧 对 那这有点过分了 这都在计划当中的事 突然之间就说拿走就拿走了 我想问一下 你老公除了拿这个钱之外 还有别的不正常吗 近段时间 老公的行踪非常诡异 他有时候夜不归宿 我给他打电话 他就轰偷摸摸 小小声声地跟我说 在他妈妈那边 我又不敢到他妈妈那边 去确认这个事情 而且最主要就是我朋友有看到 他妈妈 还有他 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一个年轻的在一起吃饭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不是又去相亲了 你现在已经结婚了 但他什么都不跟我说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想告诉大家 我已经结婚了 想告诉我婆婆 我已经结婚了 想让我婆婆接受我 你直接跟婆婆说就可以了 我不敢 我今天就是想借助这个舞台 给自己一些勇气 会不会是你婆婆 发现了你们俩隐婚的状态 把这钱 命令她的儿子全部去走 断你的绝路 我觉得 居然老师 你把这两件事 硬性地联系在了一起 你知道吗 我们发现的就是27万没了 我们再揣测呀 我觉得这个女孩的猜测 绝对没错 一定是他妈妈 在给他安排新的相亲 他们家要找一个豪门 跟我们当户队 两大集团强强联手 那么未来我们将登上 一个新的生意的巅峰 我们生下的小孩子 是一个新的大型集团公司 托拉斯的继承人 这个是他们想要的好吗 我就觉得他就把这个钱 拿去吃喝玩乐去了 因为他改不了他这个豪门 子弟的这种玩的这种心态 那我倒是觉得这个男孩 其实可能另有隐情 他没准拿着你这27万 去给你俩去买房子去了 偷偷把这房子装修好之后 告诉你给你一个惊喜 怎么可能 我觉得算难 我希望浪漫 我觉得你是童话看多了 小朋友 姑娘 我觉得你的一切就要结束了 你老公压根就不想跟你 进行这个婚姻生活下去了 所以他不允许去买这个房子 因为这个房子一买 就意味着你要向他的父母 来公开你们俩结婚的这件事情 他就不是隐婚了 不可能因为他知道 这27万对于女孩来说 是全部的所有 当中不光是钱 不光是财产 而且还是情感 这是我的尊严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 也许是有第三个女人的出现呢 他把这个钱拿走给了第三个女人 你有考虑过这种事情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为零 如果我外头有女人了 我用咱俩的存款干嘛呀 我们家那么多钱呢 所以放心吧 别听他们的啊 你老公没事 在这个27万上纠结的时候 其实别忘了 这个男孩子过去也很多的问题 他不敢跟他妈妈去讲 就像你的婚姻一样 不敢跟妈妈去讲 所以你不要相信说 这个27万他一定不会拿 27万他一定有他的用处 关键是他后面的压力 比这27万还要大 对 我就是想要一个答案